个人行善 修行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怎么做 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发展 大部分是依靠对别的国家的剥夺来发展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上应该如何看这些问题 心形不善 损人利己 用非法的手段 像你讲的博学 六度 用这个手段来发展 可以发展到一时 但到最后一定是要灭亡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心形不善 虽然是富贵 富不了三代 心形善良 冷静观察 到不了三代 一代就完了 你看世界上大公司 夸过公司 宣布破产 宣布倒闭了 不到一代啊 我还听说有很多人讲的时候 这个全世界 这些豪富贵族的时候 他们的期间大概都是十年到二十年 十年完了的时候太多太多了 那就富不过十年 稍微还有一点什么良心的 还有一点点的 富不了二十年 这些事情都摆在面前 这个事件有很多人统计的 这个媒体都报道过的 现在有哪个富贵能够延续三代 你能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了 真相就大白了 所以 真正是代代不衰的 释迦牟尼佛代代不衰 到现在你看看 全世界 还有多少人就拜他 根本没见过面 还要供他的相 天天给他顶礼摸歪 不衰呀 空老父子不衰呀 什么原因呢 没有替自己想过 念念是想众生的 这个恩德多大 念念想众生 行行为众生 众生感恩戴德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念念想众生 行行为众生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 为什么呢 自他不二嘛 为什么现在顾自己不顾别人呢 为什么立即不能立人呢 大错大错大错 由此可止 能力道的英国的教学比什么都重要 能够守住 能力道的英国的理论 与法则 再能用仁义之心 这个人就是菩萨 仁义之心是什么 人是爱人之心 你真能爱人 凡是人皆去爱呀 义是什么呢 义是你的隐形 造作和情和理和法 为别人 为众生 特别是为苦难众生 不为自己呀 这是义 这就是菩萨心 这就是菩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